大家好,我是國際巨星小安 曹玉劍 全白套裝,展現著超強氣勢 完全稱得起國際巨星的名號 一人小S近半年不見 氣色已久 剛剛兩位帥氣的男士上來 然後其中位就說 你皮膚真的好 小S也看似心情不差 但這短短半年內 家裡除了發生床墊事件 姐姐大S甚至和汪小菲一撞告上法院 敏感題,剛脫口 看得出有備而來 姐姐,敬半年還新奇 你覺得我敢講我姐的事嗎 只能說姐姐身心靈方面都是很OK的 重點是有兇服在 所以還是整個家是充滿了粉紅泡泡 因為我想要輸 還有美妝線泡 兩度追問都打模糊仗 似乎也不想再和對岸的汪家沾上邊 反倒聊親女兒 笑容就來了 畢竟Elli許希文戲約不斷 接連演出余滴蜜MV 還和梁永齊拍攝新戲 而女兒許韶恩更被人說 和黑暗榮耀的譜賢症撞臉 後來現在他們自己接多了之後 我就想說我不要去好了 因為我很怕變成那種很討人厭的心嘛 看到作品我就跟我女兒說 媽媽真的是很proud of you 加碼透露帶女兒南下看Blackpink 她說自己其實只握在飯店裡 還有剛結束的韓國席則讓她心花朵朵開 然後我旁邊的朋友就說 剛剛男生很帥而且她本來好像要生氣 可是看到你的臉之後好像想要跟你做朋友 我說趕快再回去找她 接下來自己和賈靜雯 修梓凱 謝忻音等十九租卡斯 有共同主演的戲劇將播出 和吳康仁熱文正目感覺如何 她說別再逼了 生怕聊太入迷因此失焦 TV 新聞 華紫三 上門區 泰寶道